呃... 嗨 哈囉 Good da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愛兒 那其實今天這集呢 是特別為我自己身邊的朋友整理的 因為其實我很多朋友 他們在正式開始了解保養之前 他們可能都會來問說 欸那我要用什麼樣的乳霜 我要用什麼樣的精華液 我要用什麼樣的化妝水等等的 但是在保養之前呢 拜託你一定要記得把清潔做好 不然再貴的頂級貴婦保養品 你的皮膚都吃不進去 那清潔其實作為整個保養的步驟裡面 是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真的千萬不要把它省略 其實現在呢 有很多就是開架的產品 他們的質感啊 或者他們的清潔力效果等等的 其實也都不輸給專櫃 那怎麼挑選呢 主要就是可能根據你自己的經濟能力啊 或者是你使用的一些狀況等等 去做選擇 再做一下我的膚質 我的膚質呢 就是可以供一整家鹹酥肌使用的油肌 那今天這集呢 我會分享五款我自己目前使用過的 最喜歡的開架解鹽產品 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第一款我要介紹的是 Orbis的雙重酵素解鹽粉 應該很多人都有用過 或者是其實對它並不陌生 那這款我通常會放在晚上的時候使用 因為你可能在那邊一整天 那你可能在毛孔裡面卡到很多的 灰塵啊 髒污啊 或是你的彩妝產品的一些參與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就會需要一款可以深入你毛孔的 比較強而有力的清潔產品 那我就會選擇它 這一款它本身就是設計給 就是針對毛孔問題啊 或者是深層清潔的肌膚做使用的 那它裡面所含有的就是 蛋白鎂啊 脂鹼 其實它們就是在做深入清潔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成分 這一款的質地呢 我可以打開給大家看到 它其實打開呢 它是 有看到嗎 類似於這樣的粉末種 它這樣質地就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不太容易參雜 進其他比較複雜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大家最討厭的香精啊 色素啊 酒精啊等等 它自然裡面它就不會含油 成分整體來說是比較單純的 使用上也會比較安心 那我個人使用它的方法就是 我每次大概會倒出 五塊錢硬幣的那個 圈那麼大的一個範圍 然後再搭配像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起泡網 大創就可以買到 就加一點水 然後就可以搓出很豐富的泡泡 但是它泡泡其實是那種有一點厚度的 所以它放在臉上說 它其實整體感覺是很療癒的 然後加上它又沒有什麼特別的香味 所以我其實還蠻喜歡用這個 就晚上用它洗臉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 蠻舒服的 那再來還有一點就是 它的用量超級深的 像這樣子一罐 我大概通常都可以用個 四個月左右 另外就是它裡面還含有一個叫做 西式粉末的配方 那這個配方有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天氣 其實是比較潮濕的 那其實像這樣的粉末狀的東西 放在廁所裡面其實它是很容易 就是受草結塊 那因為它裡面含有這個西式粉末配方 這樣子一罐我忘記我就放在廁所 它其實是不會就是結塊的 這點我覺得超特別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買過就是 另外一個很紅的牌子 它們也有出過就是 結岩粉 但它是那種一顆一顆的 然後那個就是你打開之前 是用不完的 打開一顆你可能就要用早晚這樣 那可能我早上用完 我放在浴室 晚上回來如果是比較潮濕的天氣 它可能就結塊了 對那所以我覺得 這一點來說 這一個就是Orbis 它們這一款是做得非常好的 所以粉末在炒一款深層清潔的結岩產品呢 我還蠻推薦它的 目前它價錢也很公道 因為像它這一罐大概這樣子 是 呃 50克 然後它是500塊 假設這樣子你用三個月好了 然後跟我一樣都只有晚上用 那等於是你每天只花6塊錢 在洗臉上面 就會讓你的皮膚 就是達到一個很乾淨的狀態 就是很划算 我特別要提醒就是 它因為有一點去角質的效果 所以其實乾肌或敏感肌的話 比較不建議就是天天使用 那第二款我要介紹的呢 是它 Annisfree的 綠茶節眼保濕泡泡 這一款呢 其實也算是它們家的明星產品之一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它擠出來其實是 就是 它質地呢就是這樣 然後近乎是就是沒有任何流動性的 就是這種 呃 乳狀 然後它抹開其實是這樣 有點狗狗的 它就是有點黏稠 還蠻好抹的 然後它的味道就是帶有那種 綠茶的香味 個人是還蠻喜歡這個味道的 我自己在使用上面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覺得它不是一款 可以像Orbis那樣 可以搓出很豐富泡泡的洗面乳 就是你可能要很認真的搓 它這一款我單純用手搓的話 其實是蠻難搓出就是 呃 比較綿密的泡泡的 而且它發泡性沒有那麼好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很喜歡泡沫 泡泡很多的人的話 我覺得這一款呢 在這一方面就會稍微的遜色一點點 它清潔力夠 然後同時有保濕的感覺 洗完臉之後它不會讓你有乾澀或緊繃的感覺 然後同時有帶一個淡淡的綠茶的香味 那其實他們家的綠茶系列一直都很有名 我自己也是他們家綠茶系列愛用者 像他們家很有名 綠茶的紫寶石精華 我自己大概也用了三四罐 但是我最喜歡他們家綠茶香味的表現 是在這一款 就是在他們的洗面乳上面 因為就是一個很淡很淡的綠茶香味 因為像精華那一罐的話 有時候我就會覺得它海果刺餅 這一款呢就是剛剛好 所以我其實還蠻喜歡的 那總的來說呢 我覺得這一款它的清潔力呢 在中等 洗完臉之後就是一個感覺就是 你會覺得摸上去臉是柔嫩的狀態 然後你也不會覺得說 沒有洗乾淨或不舒服的感覺 在試用膚質上面 我會覺得它比較不挑膚質 然後我覺得是全膚質都可以試用 而且加上這一條啊 它是150ml 然後它的價錢好像是400塊有找 所以是非常非常便宜 而且CP值很高 假設你對鞋沒有特別要求 然後你只是想找一款就是 不會對你的皮膚就是產生太大的刺激 然後可以有不錯的清潔力效果的話 還蠻推薦這一款的 像學生或者是小資族的話 我就覺得這一款應該會是不錯的選擇 第三個呢我要分享給大家的呢 FREE PLUS的溫和靜潤燥霜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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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產品主要就是主打的是 無酒精無色素 弱酸性 然後D刺激 這款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 它是屬於胺基酸介面活性劑的潔面產品 在成分上面選擇都是比較偏漢方草本 像什麼橙皮啊 甘草葉啊 然後維他命B3啊等等 這款呢我個人使用下來 我覺得不論你是乾肌啊 有機敏感肌 我覺得你都可以放心的使用 而且它是一款就是你光用手搓 就有很不錯的氣泡效果的潔面產品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 呃...質地 它的質地呢也是屬於這樣子 那其實跟剛剛那個Inners Free一樣 可是它比Inners Free更勾 就是更黏 然後你看可以看到嗎 它的濃稠程度 它是可以牽絲的那種濃度 所以整體上面來說 它是一款非常優秀的潔面產品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它的氣泡性是會非常的厲害的 然後它真的是沒有什麼太特殊的味道 它有一定的清潔力跟去油脂的效果 但同時它又很溫和 所以我覺得洗起來的感覺是剛剛好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它洗完摸起來的感覺就是覺得 嗯它是乾淨然後柔冷的 但是它又不會覺得就是太過於的滑 好像就是泡泡沒有沖乾淨還是怎麼樣的感覺 因為有些潔面產品它洗完之後 你會覺得你的臉很孤溜 就是要嘛就很乾澀清風 那要嘛就是你摸上去就覺得 你的皮膚怎麼滑滑的那樣子 那它是完全不會 但是你就是可以感覺到你的皮膚變得很嫩很乾淨 它的價位呢算在就是開架當中偏高一點點的 因為我覺得它這樣一架好像是580還是590吧 對但是我覺得以成分好的 氨基酸界面活性器的潔面產品來說 我覺得是值得入手的 如果你本身是敏感肌 或者你再找一款就是低刺激的潔面產品 又或者說是你想要有一個很不錯的洗臉感受 這個牌子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目前為止我使用上來說我覺得它還算是蠻優秀的 第四個呢我要分享的是它 艾杜莎的高機能進化毛孔進化泥膠 因為這一罐它其實專櫃有買 可是它在開架也買到 所以我就先把它歸納在開架 這款呢我必須說如果你是一個懶人的話 我真的是大推它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一款你完全不需要用洗泡網 你也完全不需要用手去搓泡泡 這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就是它呢 看出來是這樣 看出來的時候它是凝膠的狀態 你只要把它用這樣畫圈的方式畫開 它就會產生像刮鬍泡一樣綿密的泡沫 它真的是跟刮鬍泡一樣綿密喔 那些慕斯的洗面產品完全就沒有辦法打到這麼綿密 它真的是很像刮鬍泡 它真的是有彈性的泡泡 你看啊 而且我現在邊說它還在邊生泡泡 現在整個就是 一個 對你有看到嗎 但是它味道超級香的 我第一次使用的時候我覺得它超神奇 就跟香巴勞一樣 我覺得它超神奇 它這個味道呢是季節限定 然後它就是一個花果的香味 它是蠻高級的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它專櫃有慢原因吧 然後它另外還有一個藍色瓶裝的 然後那一款就是柚子的香味 這一款呢如果你現在要買這個口味的話 可能就是要碰碰運氣 那清潔力上面我覺得它屬於中上 就起碼我自己這樣使用下來 我覺得它的清潔力是夠的 因為它裡面也含有就是玻尿酸的成分 所以你洗完臉之後也是完全不會覺得緊繃跟乾色的 另外我也很推薦大家就是夏天可以吞它 它洗完之後會讓你的皮膚就是會涼涼的感受很爽 那在膚質上面呢 我會蠻推薦油漬跟混合肌 或者是你是混合偏油的人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是一個很懶 然後但是你又很想要就是 洗臉的時候有很豐富的泡泡在你臉上 就像刮火泡 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你一定會懂刮火泡的那種厚度 跟那種綿密的程度 跟一般的節炎產品不太一樣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這一關 因為它真的它的泡泡真的是 我今天所有介紹的裡面 它是最不一樣的 懶人我真的覺得可以入手 最後一款呢 是我覺得今天介紹的所有裡面 CP值最高的 然後也是我覺得 應該算是最推薦嗎 就是各種 從價錢啊還有效果啊等等 全部就是平均下來 我覺得是應該會是 最值得入手的一罐 就是它蘇菲德美的這一罐 舒敏護理洗顏慕斯 應該其實很多現在的小朋友 不知道這一罐 大概國中那個時候 就是家裡會買這個牌子 然後那時候就是 跟著家裡的人使用了一段時間 那我在使用它過程當中 它也是完全沒有讓我長過痘痘跟粉刺 那前陣子剛好就是在逛 大賣場的時候 就突然發現有它 那時候可能出於一種就是 懷念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說 好那買回來用看 而且它很便宜 我才發覺 欸我挖到飽了 這款它其實是特別設計 給敏感肌使用 它裡面除了不含 就是酒精香料 色素等等 它還不含造鹼 而且它還有添加玻尿酸 所以它在使用上面 也是不會讓你覺得說 欸皮膚很乾澀啊 或很緊繃啊 然後就是很像 洗完之後 會有那種唱寡的感覺 完全不會 它洗完之後 反而感覺是 真的你會覺得 欸皮膚是放鬆的 你看它的價錢 它價錢真的非常便宜 這一條呢 是199 200塊有造 那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欸那一條就是 1200塊的 就是洗 就是洗臉產品 怎麼可能裡面會有什麼好的成分 那我真的必須說 我真的使用下來 我覺得 它真的不會讓我長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而且我是有機 以整體的使用的情況的感受來說 我覺得它是還不錯的 那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就是它 擠出來呢 其實就是這樣子的 結顏慕斯 對 就是這樣 你看它現在是有點在下滑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輕盈的泡泡 那它跟前面的那幾款呢 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在於 它的泡泡呢 是真的很輕盈 非常的薄 說難聽一點 可能就是它比較空虛 不是那一種就是 大朵大朵的很綿密的泡泡 所以如果你的用量不夠的話 它可能就是 你放到你的臉上 沒有多久它就 那些泡泡就都不見了 所以在使用的用量上面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就是要用夠量 用夠量就等於說 這樣子一罐呢 其實很快 就是它消耗得非常快 那我覺得它的優點呢 就是我前面講的 它很非常便宜 是今天介紹的 五款裡面最便宜的一款 再來就是它成分非常的單純 幾乎零刺激 它的刺激性就是低到 我洗的時候 可能不想沾到眼睛 我眼睛都沒有任何刺痛感 而且它這一罐呢 是標榜說 你也可以同時 就拿它來洗絲蜜醋 那我是沒有洗過啦 那應該要說 缺點的話呢 我覺得就是 它真的非常的難買 它真的很難買 我那天真的是偶然遇到 後來我想要帶回去 囤貨的時候 我已經都找不到貨了 那你如果想要買的話 可能就是要通過網購啊 或者是你剛好真的去逛 大賣場 或者是去城市之類的 剛好看到 才有辦法買得到 就是可能上網是最快的 這不是廣告 只是 提供給大家一個資訊 就是說如果你對它有興趣 你可以怎麼樣去購買 好啦 那就是今天我幫大家整理的 五款我個人目前最愛的 開架結顏產品 它們共同的屬性 就是它們洗起來都很溫和 舒服 不會讓你的皮膚有 不舒適的感覺 幫大家總結一下 假設你今天是想要買一款 就是深層清潔的 那我就建議你可以選 Orbis 如果你是個大懶人 可是你有想要就是 有很綿密的泡泡 骨蓋在你臉上的話 那就是選 愛杜莎 那如果今天你是敏感肌 或者你想要買那種 就是低刺激性 那同時又有不錯的清潔效果的 今天產品 我就會推薦你可以 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 去挑 Free Plus 或者是蘇菲德美 那兩款的區別呢 其實你就把它想像成 就是一個是路邊攤 那種台灣道地的傳統小吃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星級餐廳 那兩個都好吃 只是說它們價格上面的差異 對 所以你就可以根據自己的 經濟能力跟情況去做挑選 那如果你沒有什麼太特殊的需求 然後想要一個比較 中和起來 價錢適中 潔淨力適中 膚質也適中 都可以用 那我就會推薦你買Anus Free 好啦那就是今天影片啦 希望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 你們之後再購買 就是今天產品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幫助 那特別是你想要買開架的話 我覺得可以參考看看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分享 然後記得幫我按一個喜歡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呢 也記得幫我在下面按一下訂閱 拜託拜託求訂閱 然後呢 如果有什麼任何的想法 或是有什麼想看主題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艾爾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